古琴月韵悠扬 它是智琴师傅 古琴的传统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 在中国的扬州 智琴师傅耐心地制作 经过六个月 这段木头成了七弦琴 据说孔子也曾经向诗箱子学习弹琴 古琴的制作过程缓慢 原因是一切都一丝不苟 从选择木材到切割到上漆 这等于说大量制作是几乎不可能的 古琴它往往也不适合 很多人做大厂家 大量的一出来出几天来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古琴它只能以那种稳定的趋势 去慢慢去发展 不可能说纵然之间 一夜之间 古代中国 琴琴书画是文人雅士的必修课 可以体现人的素质和修养 但是今天 古琴日渐示威 学习古琴这种复杂的音乐艺术门路也不多 上海原音琴院是其中一家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古琴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 古琴的琴师却难以维生 虽然古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要维持下去却困难重重 据估计现在弹奏这个乐器的人少于两千